動了是什麼事 你知道嗎 賀大哥 是什麼事情 他們兩個在南部的國務頻道 已經賺很多錢才好 還管你出來唱歌 這就是 是為了故意要體驗民間疾苦 秋天還是這樣 沒有啦 不是這樣啦 長天還沒啦 不是啦 其實真的不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你叫我好難 你叫我好 不是因為你叫我很難接耶 好走就好走 你怎麼知道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因為他們兩個 這尊都走到他們的運 以前在那個後面的頻道 做節目的時候 他們也很辛苦的 可是呢 喬又從那時候就培養出 很多他的基本盤出來 對 後面加入的是這巫兆幫 公司把他們兩個配在一起 就是希望母雞帶小雞 這是很典型的 他們兩個很妙 母雞帶小雞 他們本來是從 到後來變 他變男朋友嗎 青童兄弟 我還以為你要說形同美女 沒有 他們是哥們的感情 但是還要硬在那邊演情侶 很噁心 畢竟說不知道要怎麼說 畢林哥 畢林哥真的是這樣一眼就看穿了 可是以歌藝來講 我平常也講他們兩個的歌 就是說喬又的歌 這兩年聽她的歌越聽越好聽 是 以前的歌是不錯 但沒注意就說怎麼會這樣 好聽 這兩年她的歌唱起來就是有那個味道 以前叫什麼芒果公主是不是 芒果公主 對 這個外號 妳是不是長過芒果嗎 還是 蛤 什麼東西 我們家種芒果 種芒果 我們家在台南玉京 我只是說女孩子也會生痠 因為我們在想說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問題的話 我認識一個中醫師 不用開刀可以買滿快的 那個我不可能 你們三個才有可能 我們不行 妳有賣過芒果嗎 有啊 我們家有種芒果 然後有賣芒果 對啊 然後她包裝芒果 是啊 真的啦 剛剛說是購物天后 我跟你講 我本人也是購物天王 我相信 剛才這首歌叫什麼 紅烏 紅烏情路 情路 她描述的是感情苦情的歌 悲情的歌 沒錯 你們兩個的唱這個歌 可能會把這首歌 這個推到KTV裡面算排行榜 一定會入榜 哎呀 謝謝 真的不簡單 是合唱的這張新專輯嘛 是吧 這是我的專輯裡面 然後公司希望說 喬佑姐來帶我這樣子 那今天你們來就這首歌 唱完就沒事了是吧 那我們就節目到這邊 沒有啦 不是啦 因為我一直看到 有一個神秘人物 手中握著好像是你們的CD 這要送我們 三伴啦 人來的 好 又帶這個 一定要 一定要 玉琳哥 玉琳哥 謝謝 這是喬佑的最新的 這是喬佑的 那那個 你不要那麼現實嘛 就剛剛那一首 主打歌 你不要害我第一張 然後就沒下一張了 我們今天要好好介紹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 喬佑的這個新專輯 我剛剛看這個名字 覺得滿特別的 叫招弟 招弟 以前招弟是那種 在農業社會生孩子 就是說一直生女生 就很希望生在男人 其實招弟 招弟是在寫我們家族的故事 我是我們家第五代的招弟 已經四代了 都是讓我們家用舊的 入贅到我們家 真好 對 這樣就上岸了 這樣算是你們阿嬤那邊 算參加了還是什麼 不是啦 因為都沒有生的男人 都沒有出場 是 就像剛剛賀大哥講的 就是以前農業社會 比較重男輕女 所以都希望說 可以生女兒來鬥做事 就我們家就告我 所以招弟就唱出你們家的故事 現在呢 現在妳的狀況呢 現在我的狀況就是 我下去還有一個妹妹 再來終於有弟弟了 所以我弟弟 一定 弟弟是 是啦 不是 這個很重要 跟我爸媽都長得很像 妳不要那麼有自信 我另外一個親戚也是類似這種故事 終於有男丁了 小孩子慢慢越來越大 長得越來越像隔壁洗車的那一個老闆 對 其實玉琳跟你這樣講 其實有點道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我弟弟要去當兵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因為我家的血型都是B型 結果我弟弟去當兵的時候 竟然是花木蘭 不是啦 他中學一檢驗呢 他就是O型的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很失落 他回來 他其實就是有一段時間 他都沒有說 因為B型跟B型OB 兩個生出來會生O型 對啦 在醫學上是真的 現在的歌星蠻辛苦 為了打個歌還要把家譜弄出來 好啦... 來 我們今天再聽聽妳 叫招弟 招弟 招弟 是屬於抒情歌是吧 它是屬於勵志的歌曲 但是歌詞是很勵志的 招弟可以招到勵志 就是就是說 在家裡是長女嘛 然後從以前看到阿公 阿祖 還有爸爸這樣子 就是在 就是媽媽他們在現在很辛苦 然後就是會覺得說 自己有那個責任 自己是長女 長姐就如母嘛 對不對 責任康德比較重 責任比較重 所以那個歌詞呢 它是滿勵志的 對